魔道祖师 第十四章 优柔一 蓝湛 魏无羡忽然低难了一句 他伸出手一下子抓住了蓝湛的袖子 蓝忘记一只手在他的身边 方才郑玉起身却被他抓住 立即俯身轻声道 我在 魏无羡却并未有清醒 他双目紧闭 手却不肯放了蓝湛 似乎在做梦一般嘀嘀咕咕地道 别 你 别生气 蓝湛微微地一睁 柔声道 我没生气 听到这句话 魏无羡才像放心了一般 手指微微松开 见他又一动不动 再次准备起身 蓝湛 我跟你走 你快把我带回家去 可谁知道魏无羡另一只手又猛地抓住了他 并且抱着他的一条手臂不放 蓝忘记睁大了眼睛 喊出这一声之后 魏无羡像是把自己喊醒了一般 眼睫颤了颤 慢慢睁开双眼 从混混顿顿到一片轻鸣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双手 像是抱着救命稻草水中浮沫一般抱紧了蓝忘记 魏无羡立刻撒开手 就差就地打滚滚开 由于动作太大 牵动了腹部的伤口 魏无羡这才想起来 他自己身上还有伤 精心阵阵之间 精灵江城江燕离江峰眠余夫人 许许多多张脸轮着在他面前打转 蓝忘记按住他道 腹部的伤怎么样 伤 还好 不是很疼 魏无羡掀开衣服看了看 腹部已被妥贴地包扎好了 其实行动并无大碍 只要不太剧烈就好 他说 这身体还是不行啊 被捅一下就撑不住了 蓝忘记诞生道 谁的身体被捅一下都撑不住 那可不一定 要是换了我以前的身体 吊着半截肠子我都能塞回去 再占三百场 蓝寨你别走啊 好好好 我胡说八道好不好 你不要不理我嘛 你还怕人不理你 嗯 怕 怕 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 受伤醒来之后 有人守在身边的感觉了 蓝忘记腰间配着两把剑 他将随便取下 递给了他 你的剑 谢谢 握住剑柄轻轻地抽出 雪亮的剑风之上 映出他的双眼 魏无羡把随便 重新合入窍中道 他当真自动封剑了 蓝忘记也握住了随便的剑柄 往外拔 纹丝不动 魏无羡叹了口气 摸了摸剑身心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金光瑶这死不敢随口瞎鞭 竟然真的封剑了 他四下打亮了一番 这是一间干净整洁的屋子 和蓝忘记的近视 陈设相似 却没有情捉 魏无羡问道 这是哪里啊 云深不知处 你把我带回云深不知处了 你不怕被你哥哥发现 这 这是谁的屋子 我的 屏风之后转进来一人 白衣抹额身形长挑 正是蓝锡尘 蓝忘记起身道 兄长 蓝锡尘的目光从他身上 移到了魏无羡的脸上 长叹一声道 唉 忘记啊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也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见蓝锡尘进来 魏无羡原本是应该警觉的 可是蓝忘记就挡在他的身前 他实在是警觉不起来 蓝忘记道 兄长 赤风尘的头颅 确实在精灵台的密室之中 你亲眼所见 他亲眼所见 你相信他 信 蓝忘记答得毫不犹豫 魏无羡心口一热 蓝锡尘道 那么 金光瑶呢 不可信 忘记 你又是如何判定 一个人是可信 还是不可信 你相信魏公子 可我 则相信金光瑶 大哥的头在精灵台里 这件事情 我们谁都没有亲眼目睹 都是凭借我们对于另一个人的了解 相信那个人的说辞 你认为自己了解魏无羡 所以相信他 而我也认为自己了解金光瑶 所以我相信他 你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么 我不能相信我的判断吗 魏无羡怕他们兄弟二人吵起来 道 蓝总主 魏公子 你不必担心 事情查清楚之前 我不会偏信任何一方 也不会暴露你们的行踪 不然 我就不会把你藏在我的寒室里了 蓝锡尘在席子上 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道 那么 请你说一说 在精灵台 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吧 于是魏无羡从他附在纸片人身上说起 讲到那封古怪的密信 讲到蹊跷自杀的情愫 讲到共情 还讲到聂明爵被封起来的头颅 详细地把密探精灵台的整个过程 重复了出来 听完之后 蓝锡尘道 那封信 魏无羡能明白 整件事情里面 这封信太古怪了 听起来完全就是信口胡编 用来圆晃的牵抢道具 而这封信 它还被烧了 真是怎么听怎么讲 若是能够找到赤丰尊的头颅 那便好办了 可是金光瑶现在一定把它藏到了 更加隐蔽的地方去了 他一开始就从聂明爵的视角看金光瑶 看到这个人的残忍和野心 然而 如果金光瑶在蓝锡尘的面前 一直是以伪相相视 那蓝锡尘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自己的结义兄弟 而去相信一个臭名昭著 腥风血雨之人 况且 从表面上看来 聂明爵的走火入魔早有先计 在大庭广众之下 发狂暴血而亡 似乎十分合理 见蓝锡尘不知可否低头思索 魏无限道 蓝总主 赤丰尊的直接死因 确实是走火入魔 那你不觉得 这个时机太巧了吧 如果没有幼鹰 他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在留给金光瑶最后期限的那一日爆发呢 蓝锡尘道 那你认为幼鹰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这个幼鹰就是他所弹奏的清新玄曲 魏公子 你也应该知道 他所弹奏的清新玄曲 是我交给他的 那么请蓝宗主听听看 这支曲子有没有古怪之处 笛子就摆在床头 魏无限将之持起 低头响了响便吹奏起来 这支曲子在聂明诀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 金光瑶几乎每晚都要为他演奏 是以魏无限将旋律记得清清楚楚 一曲完了 魏无限问道 蓝宗主 这支曲子确实是你交给他的那支吗 正是 此曲名为喜华 有清新定神之效 蓝旺鸡未发话 这代表着蓝锡尘所言不假 魏无限道 喜华 玄门名曲我也听过不少 为何对他的名字和旋律都没有印象 蓝旺鸡道 此曲冷辟且难习 那是金光瑶点名了要学这支曲子吗 正是 喜华虽然难习 但效果甚佳 真有这么难习吗 难习 魏公子方才不也吹错了一段吗 蓝锡尘寒手说道 文言魏无限心中一动道 我刚才吹错了 中间有一段 是错了 不不不 这不是我错了 是金光瑶错了 魏无限笑道 在贡情里头 他确确实实就是这么吹的 我可以保证 这曲子我是一句不错地重复了一遍 蓝锡尘差一刀 那便是他学错了 这没有可能啊 的确没有可能 脸方尊聪明如斯的人 怎么可能记错取调呢 只怕多半是故意的 蓝总主 我再吹一吹 韩光君 你们二位可要仔细听一听 吹错的那一段 好 嗯 魏无限果然又吹了一次 吹到第二段接近末尾的时候 蓝忘机道 停 蓝锡尘道 就是方才这一段 魏无限取下了唇边的笛子道 真是这一段 可我觉得这一段听起来并不违和啊 蓝锡尘道 的确不违和 但是 他绝对不是喜华的一部分 若是普通的弹奏错误 断不会与原来的其他部分 如此水乳交融魂为一体 因此几乎可以确定 这一段旋律 必然是被打磨之后 刻意插在里面的 而这一段不属于喜华 却混入了喜华的陌生旋律 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聂明爵丧生的关键 思索了片刻蓝锡尘道 你们随我来 蓝忘机与魏无限 随着他的指引走出了寒室 亥时已过 云深不知处内 大部分人早已安歇 寂静无比一路无人 蓝锡尘将他们静止带到了藏书阁 云深不知处被一场大火烧过 藏书阁并非当年的藏书阁 但重建之后 与原先的格局毫无二致 连门口的玉兰花树 也重新栽种了一棵 三人进入阁内 魏无限道 蓝宗主 这里能找到旋律的来源吗 这里不行 蓝锡尘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了一排书阁之前 蹲下身来掀开铺在那里的一张席子 揭开底下的木板道 这儿可以 木板之下是一道暗门 蓝忘机道 进书室 暗门之下 是一道三十多级的台阶 三人顺着暗梯依次而下 呈现在魏无限眼前的是一个干燥宽阔的地下室 脚步声 在空荡的地下室里 寄出回音 进书室里矗立着一排排书阁 阁子上稀稀拉拉的分类放着书 落着灰 似乎许多年都无人翻动 蓝锡尘则把他们带到一排书阁之前道 这一阁全都是一谱制 进书室里有一张书案 书案上有一盏纸灯 蓝忘机取了阁上多年无人问津的 纸笔 默写了三份那旋律的曲谱 三个人便围坐在那张书案边分工合作 每人负责几十本 一本一本一页一页的对照禁书上腾抄罗列的曲谱 寻找那与其相符合的部分 然而两个时辰过去了 三个人仍旧没有找到任何一段与其吻合的曲谱 也就是没有找出他的来源 魏无羡一边一目十行的过谱一边心道 难道蓝家藏书阁禁书室的义谱制也没有收录这支曲子 不可能 如果连蓝家都没有收藏 那其他的地方更没有可能收藏了 总不会是金光瑶自己创了一支神曲吧 如果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但是他虽然聪明 但终归是半路出家 他的功夫还不至于能够自创 魏无羡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了许久 有些眼花了 手头还剩下几本打算先搁一搁再看 蓝忘机已经看完了他的内敌 默默地将魏无羡撂下的几册拿了过去 低头继续翻找 蓝熙尘缓缓地看了一眼 看到这一幕似乎欲言又止 正在这时 蓝忘机道 这本 他将手中的书册递了过来 魏无羡打起了精神 可认真看了看他翻开的那两页 对比了手中的残谱道 这完全不一样啊 是不一样 蓝忘机站起来 坐到了他的身边 只给他看 你看前后的两页 他们俩的头凑在了一起 蓝忘机就在他耳边说 魏无羡手一抖 书册险些跌落了下来 好容易才定住了心神 逼着自己把眼睛从蓝忘机那白皙的手指上挪开 仔细分辨之后 这 这 这前后的两页 这本谱乍看之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可若是熟悉英律之人多留些心思 就能看出 这翻开的部分 前一页和后一页的曲子是接不上的 魏无羡取出了笛子 照着谱子吹了一段 果然 两段的曲调是断开的 前页的半截谱和后页的半截谱 根本不是同一支曲子 这两页中间应该还有一页 被人小心翼翼不留痕迹地给撕走了 这个人撕得十分细心 没有留下半点残液 因此难以被发掘 魏无羡翻过书册 只见深蓝色的书皮上写着三个字的书名 乱破抄 这是什么书啊 里面的曲子调子都好怪 一本东营密曲录 东营那边的密曲 难怪调子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呢 蓝西尘神色复杂到 乱破抄 这相传是一位修士 乘船飘扬至海外 在东营之地流浪数年 搜集而成的一本写曲集 这书里面的曲子 如果演奏的时候负以伶俐 能做骇人之勇 或日益销售 或心烦气躁 又或气血荡漾 五感失灵 若是灵力高强者 能在七想之内 取人性命